8月7日晚 2021第四屆美國傳承杯國際藝術節 即向抗議英雄致敬慈善音樂會在聖地馬斯藝術劇場盛大開幕 美國梅拉諾文化演藝集團執行總裁 藝術節主席蘇菲 洛杉磯郡醫院專員 聖蓋博士市長廖清禾 亞凱迪亞市市長戴守珍 梅斯克威娜市市議員吳同懷 艾爾蒙蒂學區教委 艾爾艾康體消費者委員會 洛杉磯郡郡長代表吳中國 以及多魏喬琳等數百人出席開幕演出 浙江總商會林光會長 太平洋陽光資源公司CEO翟勇 本次活動演藝總監楊靖 以及陸世穎 陶晶晶母女 雙雙獲得洛杉磯郡長頒發的表揚狀 醫院會由美國傳承杯國際藝術節組委會主辦 美國梅拉諾文化演藝集團 美國洛杉磯郡政府 美國英龍傳媒有限公司共同主辦 醫院會特邀了曾參加一線抗議的洛杉磯郡政府 洛杉磯醫院的醫護人員 洛杉磯警察局 洛杉磯消防總隊以及家人前來觀看演出 美國梅拉諾文化演藝也非常榮幸 能夠和洛杉磯郡政府一起共同主辦 這一場致敬抗議英雄的慈善音樂會 希望通過最美妙的歌聲 最動聽的音樂 致敬抗議英雄 並對你們說上一聲 謝謝你們 你們辛苦了 那麼同時 今天的演出也是美國第四屆 2021傳承杯國際藝術節的開幕式 相信今天的演出將充分地展現 多元 包容 團結的傳承精神 最後 請大家一定要珍惜這一場 在疫情之下來之不易的演出 音樂會演出節目 共分為三大篇章 《最美逆行》 致敬英雄 花好樂園 由主題朗誦 音樂演奏 歌曲演唱 戲曲表演等諸多形式構成 藝術家們的精湛表演 讓觀眾深深沉浸在全體洛杉磯市民 抗議的特別時刻 精彩的演出 充分展現了多元包容和團結的時代精神 受到現場觀眾的歡迎 這次活動除開我們華裔的表演藝術家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族裔的表演藝術家 也加入到我們這個行列當中來 這次雖然是我們的線下音樂會 但是它的這個藝術表現形式是非常精彩分成的 比方說歌曲演唱 戲曲表演 朗誦 還有這個等等一些藝術形式 所以我們就期待在這個疫情過程當中 在這個抗議的過程當中 我們怎麼樣把自己心中的這個感受 抒發給大家 所以就如這個梅拉諾文化演藝集團的這個總裁 這個李總 李英總裁所說的 他說當我們不知道怎麼表達感謝的時候 最好的方式就是用音樂和藝術的形式 華夏電視台記者 盛提瑪斯市採訪報導 華夏電視台記者 盛提瑪斯市採訪報導 大家也不會見到這段時間 我們可以按從這段時間 compte